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把自己的画拿出来给大家看 所以这一年的努力 都是在这个时候展出来 日期是10月5号 是我们的开幕典礼 然后到12号 两个礼拜六中间 就是一整个礼拜再加一天 所以我们有两个周末 时间是11点到2点 开幕典礼那天也是升级典礼 所以大家来参加其他活动的同时 可以来展览室看看我们的画 新画是我们上课 是在乔教中心 教室102号 每个礼拜四下午 一点到四点 应该是每个礼拜都有上课 除了12月我们就停课了 从1月到11月每个礼拜都有课 我们觉得差不多今年 还是会有差不多100张画 我们有老师的画 我们有老师的画 然后有同学的画 老师我们是有六位同学 我们大概会有20多位同学来参加 那老师呢有教不同的东西 因为同学有喜欢用不同的材料的 然后那个不同的这个画的体材 所以我们有很多同学画这个水彩 那也有同学画 当然也这个铅笔画呀 什么这个粉彩呀 油画压克力都有同学和老师在画 那这个体材呢 很多同学喜欢画风景 那还是不会有很多同学喜欢画人物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 人物其实画人物的素描非常重要 因为素描是画画的基本 所以我们在教室里面会有一些 这个要不进物 要不就是人物的素描 那就差不多两个多小时 三个小时 大家坐下来一起画 老师指点 然后互相来研究 西画社呢有六位老师 这个老师其实在Houston找画画老师 不是很容易 所以很难得我们有这么多老师 并且我们老师真的是 都是这个很有成就的 有好几位是毕业 在从那个艺术学院毕业的 我们有从台湾艺术学院 中国艺术学院 美国艺术学院 这个不同的老师 不同地方学习 然后交给我们 其他的老师都是在外面参加比赛得奖的 老师当然这么优秀 我们同学其实也有很多优秀的 因为西画社已经建立了三十年 有很多同学这三十年一直都在西画社 那他们当然画的画也都是非常非常不错 那有些同学还自己有开过个人画展 初期的同学可能就是不要画人物 因为人物其实最难 初期的就先画镜物 然后用素描用铅笔或碳笔来画镜物 那差不多时间久了 想画点颜色的话 就另外再加 比如说彩色铅笔啊 或者是粉彩 或是acrylic 水彩就可以再加颜色了 那当然老师会帮助 那可是同学很重要 同学也互相帮忙 因为我们到底是有些同学已经在西画社三十多年 那有些同学刚进来才几个月或是一两年的 哎就可以大家互相帮助 西画社有这么优秀的同学和老师 那当然更欢迎这个新的同学来参加 因为大家这个能够一起学习 一起享受一起分享 我觉得是非常快乐的事情 所以很希望说对画画有兴趣的朋友能来参加 因为这个画画这件事情真的需要旁边有人一起来研究 并且希望能够有老师指点一下 所以呢这个如果有兴趣来参加 可以跟乔教中西联络 他们有我的电话 然后有西画社的email 就跟我联络一下 或者就来上我们的课 我们是礼拜四下午 一点到四点 每个礼拜都有课 这个当然是也很难得 因为我们年费只有四十块钱 一年只交四十块钱 那外面的老师收费差不多一堂课四十 所以抓住这个机会来追求你的爱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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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